相亲遇到伏地魔怎么办 你要彩礼干嘛 我要彩礼干嘛 因为我妹妹她现在也是大龄圣女 她嫁不出去 然后我要彩礼 然后要去扶持我妹妹 让我妹妹也能娶老公 那你让你妹妹嫁人 你妹妹也会有彩礼 那拿过来 我妹妹嫁不掉 她跟你一样 她嫁不掉 她现在只能花钱去娶老公 怎么可能有女人嫁不掉呢 你就你让你妹妹嫁人 然后彩礼给你这边 你直接给到我们家这边来 不就好了吗 这个不就双赢吗 又什么男的了 真的是脑子不赚呢 不是双赢 我的意思就是你弟去赚钱 那你弟给你这个钱 然后你拿来娶我 你这样也是双赢啊 平常我弟赚钱给你啊 你家有妹妹 你让你妹妹嫁人 你让你妹妹嫁人 不要彩礼的吗 那你妹妹嫁人有一样 我们要彩礼嫁不出去啊 我没长我这个样子 跟我长一模一样 那只要是女人就嫁得出去 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啊 那你为什么大半年轻的 你也大半年轻的 你让你妹找一个像你这种条件不怎么好的了 条件不好也给不起台里啊 那我姐那是因为优秀才剩下的 优秀剩下的 他要给你台里啊 你哪值啊你啊 真是 哎呦你这个 你们也是一分钱都没有 我就是想着说来上门的 你又问我要财领 我哪有财领 我有财领我还上门啊 上门你当儿子啊 我们家已经有一个儿子了 有我一个儿子够了 你再来一个儿子 有那我不管 我要上门 我妈都行多了两个儿子 我又买不起车买不起房 解不起台里 那我总不能说打光棍吧 那你也去上门啊 啊 就是 你就不用跟他去抽台里了 就是你跟我一起 你也去上门 你也去找个有车有房的女的 让他给你台里 那我姐怎么办呢 你姐让他打光棍啊 真的 可以吧 你不这样好像也行 可以啊 好像也行 这可以 你跟着我去上门就行了 哇你还搞这么多是吧 可以就这样吧